к 作词 曲 李宗盛 模糊了前路 月光知道 我所有的企图 不过是在你心口 写一页书 然后我就笑着哭 默默在心里住一个湖 接受所有悲情的义务 连遗憾也不敢辜负 然后我也不认输 慢慢拒绝着苍生的苦 走过寒冬香依旧如骨 等春色再云染归途 我乃当朝中书令太师之女 江黎 没想到江二娘子 为了替叶家出头 不惜自报身份 就不怕有包庇叶家之嫌吗 李公子 好戏还在后头呢 你说是谁你就是谁啊 咱们大家可不能 可不能被他给骗了 对啊 对啊 冒充朝廷重臣亲属 可是重罪 正好 今天这位县卫在场 他应当赎之律令 朱县卫 你来说说我说得可对 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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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你是江家娘子 也总不能 降失欺人吧你 江家包庇殷勤业家 军上勾结 倘兴一起 你们军上勾结 军上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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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话 我们江家 对自家女儿都不客气 我 因为幼时无知 被送往真女堂受罚十年 为了公正清明 父亲亲女可气 包庇二字 你说的 嗯 再说一遍 对 对 对 父印 这叶家跟中树令乃是殷亲 我们的叶家如此这般 会不会 叶家的女儿死在了江家 他们的外孙女被放在真女堂 关了十年 两家早没往来了 你觉得江家会关叶家这事 咪 哈 江二娘子 可这叶家的骨香段的确有问题 你若非要为叶家出头 也说个道理出来 不然包庇二字 你也逃不开 大家都说 骨香段穿死了人 敢问大家 骨香段有问题 你们都是从何处听说的 成衣铺都在说 眼下整个路样都知道了 叶家二郎 不也被父爷娘们抓走了 对 朱县卫 何事办案 只听言说 不讲证据了 证据自然是有 穿死人的骨香段 就在衙门放着 所以我们才来找叶家管事的回去分化 那王者的死因可有查清 叶家的骨香段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还有待查明 既然你说了是有待查明 那就是没有证据了 无证拿人 这陆阳的福尹办案 就如此草率吗 江二娘子慎言 陆阳城出了命案 福尹自然可以直接神理处置 叶家的骨香段行销中原 我是从京城来的 京城有多少达官贵人都在穿 如你们所说 骨香段会穿死人 又不是偶然的事 那我想不仅是陆阳的骨香段出了问题 其他地方的骨香段也有问题 那些城里的达官贵人们 若是真的穿骨香段穿死了 这得掀起多大的波澜啊 这么大的一件事 关乎整个大燕百姓的生死 当务之急 不是应该查清楚叶家的骨香段 究竟出了何问题吗 江二娘子百般阻挠我们抓人 我们又如何能查得清 我可并未阻挠你们 叶家的主事人此时正在狱中 如今立正堂的所有人 对此事都不知情 更何况朱县卫刚才已经说了 政务已经在衙门 那理应验尸留样写入文书 然后送到京城的知燃署 届时知燃署自然会下派官员 来陆阳查明骨香段一事 那佟福颖是怎么做的呢 进宅拿人抓起来就审 却只字不提知燃署一事 我看她才是想包庇叶家 佟福颖为什么不请知燃署前来调查呢 是啊 古香段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 江二娘子这一招颠倒黑白 真是叫人叹为官职 岂止颠倒黑白 李公子 你看她仗势欺人的手法 用得很熟练呢 朱县卫 请你回去转告佟福颖 我已经写信将此事禀明了我父亲 我父亲会亲自找知燃署协助查案 再等几日 知燃署的人就会来陆阳 到时候叶家的骨香段 究竟出了何问题 自然会水落石出 不用担心 我二舅舅还被抓着呢 叶家还不至于就此跑路 朱县卫 道理我讲明白了 若你还要执意拿人 后果你自己担 撤 这 这走啊 这 这走啊 这 这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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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出来一个办法 可能需要花点钱 没问题 诸位 你们买的骨香段 叶家希望能够收回 留为证据 除了原价返还之外 还会有额外的 赔偿给大家 掌柜的 掌柜的 你把铺子里 所有的现钱都拿出来 不够的话 再派人回家去取 你亲自给大家做登记 是 诸位 如果现在有人想退步的话 那么 这边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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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你一个个来啊 真是一出好戏啊 前路的戏做得不怎么样 后路杀出一高枪 也是对得起李公子这茶情 李公子 你说呢 一个小娘子 居然有这么大的本事 着实有趣 只是不知道远在京城的江相国 若得知此事 会不会怪责于他 若是江相国知道此事 有李公子的手笔 那他对自己女儿 今日这副 极恶如仇的模样 定会连连叫好 也不能兹 起来 停 不 paar 咦 对 第一 是啊 搬出江源柏 难道就不胖 他就是要搬出江源柏 因为江源柏是中书令 佟智阳会有所记的 但 佟智阳背后是李家 他就是要看江家和李家矛盾激化 不留余地 为什么呀 那就要看他图什么了 来 喝点水 入来嗓吧 被发现了 看来我们江二娘子还气着呢 文姬 再去请 我瞧着这江二娘子 似乎不太愿意见主角啊 却跟江二娘子说 我方才和李公子 喝了一壶好茶 是 今日这出看戏的地方 是李锦找的 还是宿国公你找的 有什么区别吗 有 如果是李锦找的 今日这场戏 我演的是字意唱款 可若是你找的 你怯场吗 我不怯场 每看完一场戏 你总会把我换到你的面前 一席话说得似是而非 事不关己 却又切入要海 点在关键之处 让我亏你 欠你 而你 高座茶楼 至今不露底牌 你只是想看一场戏吗 你是在对我发火吗 不行吗 那你骂得也太好听了 你 茶暗时本就应该立于高处 青楼算什么高处 你就非要赢一次吗 那日你在青楼见到的人 叫乌兰 乌兰 这名字不错啊 她是小桃红供出的同伙 是吗 那这和叶家有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 我就是觉得 应该让你知道 好 我已经知道了 她到底有没有听懂我的解释 主军 我听懂了 你 不是嫖客 主军绝对不是嫖客 你说表妹厉不厉害 一句话 就镇住了在场所有的人 吓得那些猪狗不如 卑鄙无耻的地痞流氓 还有无耻小人 口都不敢着 我们李震堂才得以保全 这一切都要谢谢阿丽 表姐就不要和我敬爱了 这些都是我应该做的 阿丽不必自谦 今日之事啊 多亏了你 说来也奇怪 昨日那些官差 还对我们恶言恶语的 今天毕恭毕敬的 还说什么都是一场误会 我们本以为啊 今天要出大血 才能见到真人的 今天像转了性子般 分文不取的 定是同府尹 忌惮江相国 才突然转变了态度 既贪财又怕毁前途 同志阳十足小人 不足为惧 倒是今日的坛压 只是一时的 我们不能掉以轻心 阿丽啊 你还真同你父亲通了信 你父亲 当真能为此事出头 此事 向我父亲解释起来太麻烦了 所以信是写给叶表哥的 叶表哥如今是 新上任的户部员外郎 他去知燃署请求协助 前来陆阳调查 知燃署会给他几分薄面 至于我父亲 我就是搬出来 吓唬同志阳的 不然他们今日可不会轻易地 善罢甘休 表妹 你如此利用你父亲的官名 他会不会心生不满呀 我父亲修了一辈子的好名声 既不能维护亲族 又不能解救无辜 放在那儿有什么用啊 你这孩子啊 胆子也太大了 你自作主张回了京城 你父亲怕是要怪罪你哦 此事若是办成了 对我父亲百利无害 他定不会怪罪我 至于同志阳 最近他不敢轻举妄动 倒是刚收回来的骨香段 要好好保存 我身上穿的骨香段没有问题 可见有问题的骨香段 是最近才出现的 或者说 是陆阳才有的 如今啊 只盼知染署 能证明骨香段没有问题 还我们叶家一个清白 表姐 二舅母 我相信 这次我们一定可以渡过这个难关 父亲一直跟我提及同服饮 盛在你为人机名 办事得利 今日总算有幸一见 惭愧 实在是惭愧 若不是此事坚持将相过 今儿可一定能成 父亲让我给你传话 江相过之事你不必顾虑 你只需把他要你做的事情做好 叶家的万贯家财 一成 归你 多谢公子 多谢相过 我此次是秘密出京 不宜久留 所以择日我便要启程返京 接下来的事情 就看你的了 还请李公子和相过放行 只要叶明轩在我的手上 叶家这块肥肉 咱们吃定了 有劳 定 竭力二位 至安令 我们已经进入陆阳城了 咱们前脚铸城 怕是后脚 这叶家和陆阳福尹都要找上门来 咱们 该站在哪一边呀 这个案子 既然是江家发难 自然要先顾及江家 但也不能和福尹杠上 敢对中树令殷卿动手的人 能有几个呀 这样子 水深着呢 可若不给江二娘子一个交代 神仙打架 小鬼遭遥 咱们知然数的人 可不能被人当枪使了 明白吗 明白 至安数的人到那里了 说是岗金城 望亚门来了 赖的正好 也好让他们看看 这卢样究竟是谁做主啊 还有 那江二娘子也赖亚门了 赖了多少人 两人 好意过江二娘子 本相匹马 也敢来找我摇人哪 我要秦字 回回 福音 哎呀 有识远迎 有识远迎 江二娘子也不提前告知童谋 童谋 童谋 定会备好茶 恭候呢 小女怕提前告知了童福音 你就不让我来了 哎 言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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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谋 身为这路阳城的父母官 为的 就是路阳城内的百姓 畅行成礼 安居乐业 怎能不让你来呢 且 江二娘子身份尊贵 我等吃醉不起呀 童福音 已退为进 那我也 公归公 私归私 童福音行的端做的正 自然不怕开罪任何人 看来江二娘子 是想用相国的官威 来欺压我们这帮小官哪 啊 路阳的父母官 怕官押一等 就不敢为名做主 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小女求童福音 为名做主 谷香断言 一日不明 我就一日难安 我听说 知然属下派的司官 今日就到了 我作为苦主家属 我自然要过来说明情况 江二娘子消息挺灵通啊 时间掌握得也刚刚好 不及童福音 运筹为卧 想必 这位就是知然令了 下官唐番 这位是 江相国的千金江离 江二娘子 原来是江二娘子 师姐 师姐 鼠内已经接到了报文 恕陆阳叶家 骨香断一事 知然令 这叶家的骨香断 致人死亡 织造的事 该你们管 可这陆阳城 出了人命案 我不得不问哪 人命案尚未审结 知然令 少安勿躁 可有查出一二 叶家并不配合 我想 还去写时日吧 只是 江二娘子 眼巴巴在这儿站着 是想借知然鼠 逼我们放人了 知然令 童福尹的意思是 知然令当差办事 是有势力 且这势力 还能借人 童福尹 慎言 叶家从未违逆福尹 只是福尹 拿人查案 已多有十日 如今叶家不得清白 亡人之灵不得告尾 福尹竟什么都没有查出来 知然令办差 干净利索 名声在外 恐怕此次来陆阳 要多待一段时日了 如此 我也只好把童福尹 拖延办案的实情 如实 向上面禀报了 知然令办案要紧 可我也不敢轻易放人哪 万一真是叶家的问题 所以 上面 定会追究下来的 既然福尹放人为难 那小女 就带致染令去查别的地方了 致染署查案 童福尹不会也要管吧 那是自然 致染令 一定要好好地彻查此案 好还我们陆阳城百姓一个交代 对 职责所在 慢走波松 原来 他们并不是管我要人的 只是要我别掺和啊 那小的派人去盯着 受人以禀不好 且什么都不做 即便他们从此刻开始调查 短时间内 那样他们也查不出什么来 等着京城的画吧 是 不能打开 不得不 致染令 快马加鞭周车劳顿来陆阳 我送你去休息 姜二娘子 把这办案干净俐落的高帽子 都给我扣上了 本官岂能安心休息 心思都被你看穿了 案里 江黎不该打扰 无奈佳人身陷淋雨 心中难安 才不得不劳烦你 这本就是本官的分内之事 何来劳烦一说 这些时日 想必江二娘子 已经有了一些线索 不妨到来 之前 百姓穿了身上其疹子的 骨香缎成衣 已经被送到了叶家的制造厂 那里的东西从未动过 方便质染令查案 你是杭家 此事叶家 需要你为我们解疑 若是知染令需要叶家做什么 叶家别无二话 替你差遣 江二娘子面面渠道 唐某佩服 走吧 接下来咱们去 制造厂 进 这批骨香缎是不是有问题 骨香缎的香味来自熏香 故自带烟火气 而且特别有辨识度 可是 我在这骨香缎的味道当中 不但闻到了熏香的味道 还有一丝若有若无的 甜香 甜香 怎么会 确实有股甜香味 嗯 叶娘子可知道是什么味道 不知道 我感觉我有点头晕 鲤鱼 灭火 还好吗 嗯 离火极灭 有毛发烧焦之外 烧焦的部分呈灰色 一捏就碎 原料没有问题 这股甜香 应该是后期形成 熏香 或者成品布料 被加了什么料 是西域的陀螺 陀螺 叶娘子知道 我父亲走南闯北见过 我也从我父亲那儿听过 陀螺是西域的一种植物 取其枝叶炮制之后 可以少量用作阵痛药物 有置换效果 易上瘾 但未经过炮制的陀螺 含有剧毒 几滴就可以致死 死时全身溃烂 叶娘子薄雪 敢问 这骨香缎上 为何会有陀螺 骨香缎的熏香 都是由我父亲亲手所致 这么多年从未出现过问题 叶家又怎会自毁名声 用此毒物去残害无辜呢 叶娘子 在事情的缘由调查清楚之前 抱歉 叶家恐怕脱不了干系 陀螺花乃西汉之物 生长环境极为苛刻 除了在西域南部的沼泽地上 其他地方都无法存活 所以少则几两银子 多则几十两 毒性越大也就越贵重 像这样要在骨香缎上毒死人 怕是要上百两银子了 一匹上等的骨香缎 也才几十两银子 若要将上百两价值的陀螺花 加入骨香缎中 既损害了钱财又害了人性命 这绝不是商家所为 应当是有人想要陷害叶家 故意在骨香缎里面投了毒 追本溯源 应该查清楚这毒物的来源 陀螺既不是本地的毒草 想要入陆阳城 只能靠商队放货 如果查探每年进出陆阳的商人 是否就可以查到来源 若查这陀螺花的来源 需得曝光 不是我一个小小的知人署能查的 知染令的担忧可以理解 不过 若是知染令能查得出一二 我父亲 定不会亏待你 知染令 不考虑以此结交江相国了 知道什么是最危险的吗 贪婪 江二娘子忽假虎微 你还真当真了 谁愿意查是谁的事 作为知染署 能查出陀螺花便可以交差了 至于是叶家还是其他什么人放进去的 与我无关 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做做样子 然后告诉江二娘子说尽力了 但办不到 妙啊 这样都不得罪 这知染署啊 摆明了就是想让我们自己查 若是查不到的话 我爹爹是不是就出不来了 你先别急 这有了线索 至少有了头绪 我爹自爱就好了 这马帮走货的事我根本就不懂 我现在连找谁查我都不知道 我爹爹 我想到个人 没准他能帮我们 姐姐 我们要不要找两个护卫 跟咱们一块进去 不用 走 别动啊 都要命啊 求求你了饶了我吧 你别晃哪 我都瞄不准了 求求你我再也不敢了 不行啊 别扎了 这好玩儿啊 太好玩儿了 别炸了 耳朵拢了 是我 是我偷的 你你你你 我平时对你也不薄啊 这标局都快垮了 你还偷我车轱了 老大老大老大 别动啊 别别别别 别别 别别 好 阿顺 这边来给我拖出去 是 三舅 来洛阳这么久了 才想起我这三舅啊 我今日来找三舅 是想跟你做笔大买卖 走 你没听说 叶仙人在背后怎么说吧 你还敢来看我 我听说三舅交友不慎 有一大笔买卖遭人做了局 现在正缺钱呢 你查我 表姐担忧三舅的情况 找人了解了一下 这叶家都自身难保了 还有空管我 都是一家人 何必多多逼人 你要是来当合适老的 那你现在就走啊 我今日前来 是找三舅帮个忙 事成之后 我头衔给你标局 若是三舅觉得 我今日前来 是跟你动闷子 那就不打扰了 帮什么忙 萝卜 新鲜的萝卜 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好嘞 这 有必要打扮成这样吗 不是三舅你说黑市规矩多 一个败家子说错了话 也不会让三舅你为难 是不是 还是你有道理 带路 走 并肩子挂个妆 赶谁的烫子 何无一声飙车走 回家 就你俩啊 你俩 眼见眼见 里边挺 好嘞 好嘞 上岁没有跳的过程 都这么有意义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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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线的什么人啊 鹿羊鬼市总调霸子赖标 据说以前当过兵 战场是杀人如麻 现在长官整个黑市 还听说 衙门办不成的事 他都能办 生卖的少横钱 碰个活 什么意思 说咱们人杀前都 一会看看谁杀 你进去之后别乱说话 我先来 小哥 人来了 坐 要什么 我家郎君号引子 独爱那西域陀螺 寻遍鹿阳无果 还望 飙歌指路 陀螺 这不好找 我家郎君说了 若能帮忙寻闹 多出来的钱 权归彪格 小郎君大气 可惜 你来晚了 刚出了一批 没这么快给你 我家郎君 成心药 我说的话 你和你家郎君是听不懂吗 你把刚卖出去的那批去向告诉我 我找他先周转一些 你不是来买货的 你是来问人的 这位彪格 把人告诉我 对你没有坏处 实不相瞒 京城官府在查他 若是最后牵连到了你 可就不好了 敢妖怪我 老子会怕京城来的官查我 老六 送客 以后别什么货色都往我这儿待 走吧 那算了算了 我们还是想别的办法了 笑话 好一个路阳黑市的总嫖坝子 客人诚信要办事 这当家的二话不说就要赶客 怕不是有些人 根本就没有本事办事吧 大胆 鬼市有所为 有所不为 你查我买家的消息 就是坏了我的规矩 什么规矩不规矩的 竟然敢买 还怕被查吗 若是我今日 一定要得到一个结果 你 开个条件 小郎君好胆量啊 那我就按江湖规矩 给你一次机会 就怕你 不敢 做什么 你同伴是走江湖的 问他 闯金水镇 闯金水镇 金水镇 主君 乌兰那枚传信 楚兰今晚到路亚 约在承熙的宅子见面 做好准备 让他尽可能拖延时间 是 主君 还有件事 江二娘子和叶家老三 乔装去了黑市 去那里做什么 应该是为了叶家 骨香段的事 去找赖彪帮忙了 我看江二娘子 和他舅舅的架势 应该是不达目的 不罢休了 我还打听得好 赖彪那儿 也有金水镇的规矩 这 金水镇 是什么镇 你可以理解为 大家一块儿 喝大酒 金水镇开战 所谓金水镇 就是毒酒 骰子比大小 输了就得喝 道上规矩 只要喝过他们 他们就一定会帮我们办事 老六胜 没事 既然闯了金水镇 你三就我就豁出去了 就看他们几个这样 三就我一个人能喝十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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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阵 藏君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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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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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两个人喝两碗 他们那么多人 还是喝两碗 这就是金水深的规矩 要喝倒闯阵中人数的三倍 才能喝赖标和 三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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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 三阵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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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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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吧 好 好 别急 啊 怎么了 啊 起了啊 你也起了 你不行啊 还有谁 最后一阵 表哥到 表哥 他太少了 表哥 表哥 还好 表哥 三九 啊 还行吗 表哥 放心吧 表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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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气不错 之前那么多人 都没有喝倒我们 现在就你一个 我也不想仗着人多 就欺负你 不如 你就告诉我 三九 三九 醒醒 你不能这个时候倒啊 嗯 嗯 嗯 这是什么 你刚两句 让我诈醒我 嗯 嗯 嗯 疼啊 嗯 三九 三九 等等 还没完呢 若是你输了 可别赖赵 他说我赖赵 不赖标 从不赖赵 退赵 飘哥上 飘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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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郎君好胆色 带着一个人就敢闯我的金水针 这一把 我陪你 好飘哥 不愧是飘哥 接下来 我可就当仁不让了 飘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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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骰子有问题 不服就换 不怕告诉你 我玩骰子这么多年 早就能用耳朵听出来点数了 你赢不了我的 等等 喝又喝不过 玩又玩不赢 你在这浪费时间干什么 我不是还没有喝倒下吗 等你真倒下了 谁送你回去啊 我 难不成你想睡在我们这儿啊 睡在我们这儿啊 我送他回去 谁啊 你尽管喝 喝得了我送你回去 我以为这个时候 你应该说 你替我喝 你若求我 我求你 你还真是不客气啊 这回你记不记着 不记 好 你 我 不要索 喝饭的 你跟他是有恩呐 还是有仇啊 你别管 我跟他赌呢 你谁啊 跟小郎君玩有什么意思 不如让我来陪你尽兴 彪将军 你们 认识啊 他以前是我父亲的死对头 后来犯了案子 成了流寇 没成想在此处占地为王了 若你们手上算老子倒霉 小杀要垮 随便 你父亲是 小明寒 正是 这喜欢英雄救美的性子 跟你老子是一模一样 我警告你啊 我们这儿的规矩 伴徒带赫 那是要翻倍的 你来咬 我今天运气很好 开阵 镖哥胜 镖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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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这是做什么 有点困了 提提神而已 你 你们金水镇可没有 不许点炮仗的规定吧 开 狼军上 你有这办法为什么不早点拿出来 你说什么 我说你是不是想灌我酒 小毛辉 你未免一心太重 你气消了 嘀咕什么呢 咱来 再战 走 走了 你 赢了 什么 你再说一遍 差不多就行了 再这么下去啊 我这满屋子的人耳朵都老了 那你现在可以告诉我 陀螺花的买主了吧 先等一下 我要和你的手下败将 叙叙旧 你今日 是来找我 还是来救那小狼军 都有 我想请镖将军相助 你好在凭什么帮你 凭我父亲当年救过你 你为人耿直 从不舍朝内党争 当年得罪李仲南 被污蔑入狱 流放南疆 我父亲知道你是无辜的 竟你是条汉子 所以放了你 而我这次要对付的 正是李仲南一档 作词 如果沒有快樂的記憶 怎能穿越悲傷的境地 兩句冰冷 無情的證據 牽著手 是否能度過血跡 冷風中 長夜裡 擁抱著殘留的暖衣 牌著身 不見地 可否埋葬 昨天的嘆息 愛下去 用生命去珍惜 破下去 哪怕一線傷跡 無論悲傷或歡喜 我都相信你 寧願困在世界的兩階 破下去 耗盡所有勇氣 愛下去 直到無力呼吸 穿越半生的孤寂 只為遇到你 顛沛之後 就不再遠離 顛沛之後 就不再遠離 我都相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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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你 愛你 偷彌